罗旋丸是如何诞生 水门银河向九星代告白 九尾时空暴走 水门九星代又将如何化解危机 大家好,我是几七日 欢迎人的外传 玄武中的旋风正正上线 一次性看来的水门传里 还讲述了哪些内容 本期视频 咱们就来一次完整详细的解说 在这里也特别感谢 爱门粉丝汉话组的漫画汉话 故事一开始 便向我们展示了 木野与盐以村的战争 四位人入力老子和无人入力汉 去除尾兽域,并且放手狠话 如果想要对抗我们的话 就把九尾人助力带过来 面对两大人助力的强势加工 即便是身为三人之一的自来野 也只能让队员们握在身后 并且号令水门撤退 尾兽域轰然射出 前进一发之际 被雷神之术发动 高炸的光照亮了半边天空 队员之一的德卡伊 还没有从劫后余生的情况中反应过来 虽然勉强逃过一劫 但是尾兽强大的力量 仍然让水门心有余悸 也让他更加为九星奈担忧起来 另一边,在成为九尾人助力之后 九星奈也饱受九尾噩梦的侵扰 每日同样的噩梦 醒来后看到的同样的景色 以及像往常一样 伴随在身边的两个监视自己的暗部 甚至每日都要接受暗部的询问 而不能离开姐姐的德金主 九星奈不得不接受这样千篇一律的生活 也只有想到和水门在一起的时间 心情才稍稍舒畅了几分 今天,九星奈本打算和水门 继续修炼玄武一族的分音术 但是水门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今天,他要在别的地方练习别的人术 面对九星奈的三连疑问 水门也只是支支吾吾的 交代了修行的场地 并且解释是因为心术不够完全 不想让九星奈受伤 顺道一提 水门提及的第三练习场 也是第二步 明日小英抢铃铛的那个地方 就在两人谈话时 三连直线的卡尔西 凯和带土从旁边走过 但是水门的解释 却被九星奈理解为是讨厌自己 不想跟自己一起的借口 而水门队友的及时出现 也给水门解了围 再顺道一提 从形象来看 包括水门 德卡尔在内的三人 其实就是早期火影生意中 自来也的三个学生 在这篇漫画中 沿用了这个设定 眼看水门就要离开 九星奈下意识向前 却被暗部一把拦住 漩涡一族的结界 不光把人助力封印压制了尾兽 也变相封印了人助力的自由 看着水门的背影 孤单的九星奈其中百感交集 水门游着自己的队友 也被其他女孩子侵慕 连身后两个路人都是出窗入队 而自己却仿佛被束缚在这漩涡之中 回到自己的住处 失落的九星奈 关上了先先打开的窗户 他想起了当初漩涡水户 对自己的教诲 他们虽然都是作为九尾的容器 来到墓业 但是也要先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爱 如此 所谓人助力也能幸福地活下去 而这所谓的爱 关号等也是等不来的 想到这里 九星奈从掌尖发动封印术 将两面暗部捆在了地上 随着年龄的增加 九星奈封印术的束缚力 也在逐渐增强 这让两面暗部在一时间也难以脱身 而九星奈也趁机跑到了杰截的边缘 看着那条将地以群警隔绝的出现 九星奈紧张地闭上眼睛 迈出了那一步 那一刻 伴随着杰戒牙齿作用的消失 九尾的地狱再度袭来 漩涡一族以封印术为傲 但同时也因此被他人利用 身陷漩漩涡之中 九尾建议九星奈解放自己 将那些利用自己的人们复仇 这个提议自然是被九星奈忽视掉了 对于九星奈而言 找到自己的爱才是最重要的 而此时水门的修行也并不顺利 悉数到中的查卡拉 光是控制都难以实现 而陪同修炼的自来野 倒是给出了自己的点子 可以按照头上头拳的方向 提炼查卡拉 虽然水门认为这是一种迷信的操作 但是自来野却通过个人的经验 来验证了他的有效性 只不过自来野的发现 却让气氛尴尬了起来 因为水门有向左和向右两个头拳 所以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操作了 休息时间 自来野给爱图送上了冰棒 而一模一样的冰棒 却再次给了水门启发 如果哪个方向都提炼一样的话 说不定可以 片刻之后 连自来野都被水门的天赋震惊到了 自己曾听说 头上有两个拳的人都是天才 如今一看果然如此 一枚查卡拉球在水门手中升起 新术成功了 为了纪念这个新术 水门特别将其命名为 光龙能果发起玄毛 自来野双视完 奇葩的名字 让自来野都忍不住吐槽 谁能想到 水门拥有惊人的忍术天赋 但是起名的天赋 能这么不堪入目 眼见新术的修炼也有成效 自来野也不再耽误 他也有其他任务要做 所以得离开了 水门现在也可以休息一顿了 而就在水门收拾行当时 决心难 且要从初后探出头来 面对水门的疑问 决心难也只能谎称 自己得到了第三代火影的特许 不在场的暗部 也正好让水门相信了这个说辞 而决心难也急忙转对话查 自己此行 便是来跟水门道歉的 自己不应该撤水门发火 而水门也惭愧在地下头 该道歉的是自己 是自己失约在先 在这之后 决心难也问起了水门的新术 刚刚自己也看到了 水门修炼新术的过程 而水门也坦白 自己先前的失约 也是想要更快完成那个人数 因为这个人数 就是为了守护九星难而创造的 现在正值战争时期 所以人助力的九星难 不知何时也会被赶上战场 因此水门才想要开发一个 能与九星难的庞大塔卡拉相呼应 并且能与其他人助力和尾兽对抗的数 水门这一切的目的 都是为了九星难 因为我不想失去你 突如其来的告白 让九星难心头一颤 而九尾也趁着那一刻夺取了控制权 九星难痛苦的中下身 拱布着塔卡拉从他体内爆发看来 这是维术化的征党 还没等水门做的反应 维术化的塔卡拉尾巴 也让他打飞了出去 在金神世界 融化的封印也难以再限制九尾 就在九尾将要打中九星难时 一道新的封印阻拦了他的行动 这是水门使用的四项封印 明明不是全我一族 但是却能如此自如的控制封印 水门的能力让九尾都责到称奇 但是他更不理解 为何水门会对九星难如此执着 而水门则是将九星难紧引的揽入怀中 自己喜欢坚强的人 喜欢比自己更坚强的人 因此他很喜欢九星难 更不能忍受失去他的痛苦 听到水门爱的告白 九星难热烈盈眶 他再次想起了那是水户对自己说的话 如今全我一族的族人已流散四方 虽然失去了曾经的一切 但是也如自然界漩涡的气流一样 融入了人界当中 就如漩涡一族 曾以分印术无名人界 这份被利用于战争的分印术 同时也是带来安宁的力量 黏黏的九星难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 但是水门却倾向他的头发 安抚他的心灵 他带着九星难走上螺旋阶梯 慢慢解释道 漩涡是平面的图案 但是螺旋却是立体的 虽然两者看起来都是在旋转 但是随着螺旋阶梯的不断向上 所看到的风景也会有所不同 随后慢慢讲着 最后将九星难带上天台 自己难过的时候 就会常常来这里抬头仰望 虽然自己和九星难 可能都深陷漩涡的中心 但如果敢于攀登 那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爱 如此漩涡也终将成为螺旋 随后抬头仰望 那炎炎实相中的初代火影 便是他往容器中所注入的爱 他希望九星难在不久的将来 也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殊不知若干年后 属于九星难的爱 李家会刻在这炎炎之上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想到这里 今生世界的九星难 目光也坚毅起来 时日今日 他终于明白了水后的教诲 强大的不仅是封印术 还有自己敢于盘子的内心 自己如今已经找寻到爱 苏条锁链从他体内释放 还会等九尾有所反应 金刚封锁就已经将他牢牢锁住 九星难的反抗 隐而现实中的他 恢复了片刻的理智 接下来 水门要与九星难一同 化解这次危机 愤怒的九尾拉扯着封印的锁链 他一把也让九星难甩飞了出去 现实中 九尾也再度夺取了主岛 并且一击将水门洞穿 但是面对九尾的威胁 和九星难的呼喊 水门人为选择放弃 自己绝不会离开 因为自己就在九星难的心中 自己也就会将九星难交给九尾 精神世界中 水门从前而降 手中的心术 与九尾的萎收玉 碰撞大了一起 等到水门醒来 已经是在医院的病床上 九星难激动地将他运入怀中 身边出现的自来野和刚手 也意味着九尾施控制线 和水门的相识被成功解决 之后 在九星难跟水门修炼前 九星难再次问起了 水门开发新术的灵感 水门也解释 之前在战场上 见过人助力使用这样的塔拉球 所以 在当场开发一个 能与之对抗的人数 交给九星难 说明这句叫做 光亮能果发起玄毛 自来野双试完 又臭一长的名字 自来野召来了九星难的嫌弃 而考虑到这是为自己开发的树 九星难也还要自己给它取名 为了能更好的获取灵感 他让水门带去了当初的天台 在这里 他看到一只蝴蝶飞到水门的指尖 他真的在这里 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 一个名字 从到海中萌生 螺旋丸 这是他为新术取的名字 螺旋丸 嗯 真是个好名字 当然因为是一次性刊登 所以这篇万传漫画的故事 也又正式完结了 作为火影的粉丝 我看完水门传 搞乎精彩之余 由于这篇漫画 着实太短 而感到可惜 实在是太不够看了 不过短给短 少给少 水门传里的细节 其实还是非常 相当特别之多的 所以在下期视频 我还是打算进行一次 双主于水门传的 期议解析 大家尽情期待 今天这是发生的 超新的 摄像 消息